小汉林主题图画书系列 食物特派园 搭配桌游 找出好食物 内容物有 游戏垫一张 骰子三颗 以及被命为紫色星星的 原型卡60张 正面分别是有 四种不同图案的人物卡 游戏背景 妮妮公主要和喷火龙 来地球找食物 请帮他们找出好食物 让他们带回星球王国吧 游戏概述 在游戏开始之后 要丢纸骰子 骰子上分别有形状 图形 以及颜色三种不同的条件 丢纸骰子之后 要在游戏垫上 找出与骰子条件相同的图案 玩法一 游戏准备 请先准备 游戏垫 人物卡四张 以及食物骰子 玩法一 首先先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物卡 放在桌面上 接下来轮流指骰子 要从游戏垫上找出与骰子图案相同的方格 并且用手指出来 当指到正确的图案时 就可以拿回一张自己的人物卡 经过数个回合之后 最先拿完自己人物卡的玩家就获得胜利咯 玩法一 预设的获胜条件是 最先拿回四张人物卡就获得胜利 难度调整上面 可以事先覆盖小部分的方格 以减少玩家在寻找的机会 甚至可以用不同的排列方式覆盖 如右图 规则或不规则的覆盖方式 在找寻游戏垫上面的图案时 难易度就会不一样哦 玩法二 在玩法一的游戏准备以外 再加上一颗颜色骰子 先选择自己的人物卡 同时丢指两颗骰子 接下来请在游戏垫上面 找出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方格 并且用手指出来 直到正确的方格时 就可以拿回自己的一张人物卡 经过数个回合之后 最先拿完人物卡的玩家 就获得胜利咯 玩法二 预设的获胜条件是 最先拿回四张人物卡的玩家 即获胜 对于中小班的小朋友来说 随着游戏的规则 玩法以及技巧 越来越熟悉的状况之下 可以调整一下游戏的难度哦 像是增加人物卡的数量 或是更换不同的骰子条件 甚至可以将骰子的数量增加到三颗骰子哦 玩法三 与玩法二的准备相同 另外再加上一张人物卡就可以咯 玩法三 选择完人物卡之后 同时丢置两颗骰子 要在游戏店上找出 同时符合两颗骰子条件的图案 找到之后 就可以放上自己的一张人物卡 最先将所有人物卡都放置到游戏店上的玩家 就获得胜利咯 玩法三预设的获胜条件是 放好五张人物卡就获胜 对于中大班的孩子来说 对于玩法熟悉之后 可以做一些难度的调整 像是增加人物卡的数量 或是更换不同的骰子条件重新游戏 另外也可以将骰子增加到三个骰子 更可以做速度的比拼 但要注意游戏的安全哦 玩法四 请先准备游戏店 以及所有的人物卡 游戏开始之前 先将圆形卡洗牌 并且将背面朝上 全部排列在游戏店上 排列完毕之后 所有的玩家轮流翻牌 每一次要翻两张卡片 如果翻到的图案不相同 那就要将圆形卡再盖回去哦 如果翻到的图案相同 那就可以将这两张圆形卡 收到自己的座位上 几个回合之后 当所有的圆形卡都被拿光了 拿到最多圆形卡的玩家 就获得胜利 玩法四 预设的获胜条件 在所有的人物卡拿回之后 获得最多卡片的人 就可以获得胜利 另外可以增减 不同的人物卡数量 来调整游戏的难度哦 玩法五 准备游戏店 以及20张左右的人物卡 还有骰子一颗 玩法五 将圆形卡洗牌之后 背面朝上放在游戏店上 所有的玩家轮流直骰子 并且翻开一张圆形卡 如果翻开的图案 和骰子不同 那就要再将圆形卡放回去 如果翻开的图案 和骰子上的相同 那就可以拿回一张圆形卡 玩法五 当所有的人物卡都拿回之后 获得最多卡片的人 就获得胜利哦 游戏难度调整部分 可以增减人物卡的数量 或者是更换不同条件的骰子 每一个回合 都用不同的骰子来进行游戏 更甚至可以同时使用 两颗以上的骰子 来增加各种不同的条件哦 小汉林主题图画书桌游 在游戏中 开启孩子的学习之旅